我就是百姓家的长男Q 在国外华为面课 我真的心里很重要 电影《寄生上流》 主角全家人冒用身份像寄生虫一样 靠有钱人家资源生活 没想到夸张剧情竟然真实上演 长相秀气留着一头黑色短发 对镜头歪头嘟嘴拍照 45岁的确信女会计是月领三万多元的小资女 却能买名车当包租婆 这些开销全靠新北市一家沙石公司买单 2012年他担任会计期间经手公司账目时 涉嫌趁机取得老板印章模仿主管签名 在账户上动手脚篡改支票付款人 把公司获利无鬼搬运到自己的口袋 四年间A走一亿多元 直到公司对账起义才曝光 没想到老板的司机竟然也是共犯 完全跟电影一模一样 沙石公司老板找不到适合司机 确信会计引荐男友担任 两人在公司护装不熟 男友开的保时捷也是挪用公款买来的 他也陆续在北部南部置产 供儿子念书吃穿 公款包办全家人的实意住行 这名女会计被依偽造有差证券等案件起诉 一审因执行其共十二年六个月不得一颗罚金 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决 一审判决法官认为 确信会计法制观念偏差 虽然公司表示只要还款就愿意原谅 但他没有意愿因此从中量刑 也许他又如电影般的犯罪头脑 但人躲不过现实世界中的司法制裁 TVBS新闻成员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